从直升机上空俯瞰 蔚蓝大海岛屿绿树丛生 长条形旷野空地 却驻足好几名全副武装 菲律宾士兵 菲律宾参蒙总长 17号率领飞国部队 踏上巴拉旺省巴拉巴克岛 视察将在此新建的码头 和三公里长机场跑道 跑道完工后 可供美非两国军用 与民用飞机起降 距离中国解放军南海 所占领的美濟郊 更只有不到两百六十公里距离 作为最新海上前哨战 遏止中国挑衅举动 除了军事重要性外 CN报道指出 巴拉巴克岛更是仅次于 台湾海峡 海上货船通往太平洋海域的 重有枢纽 飞国在此强化军备 维护国际贸易航道安全 菲律宾加强军事部署 强化海上侦察能力 防止北京当局继续在南海 染指扩张 三连新闻谢天豪报道